歡迎收看今天8月13號的拉新聞 我是節目主持人周玉寇 藍營跟民眾黨紛紛的炮打高端疫苗 但是國產疫苗的正式施打 已經超過113萬人有意願 而且下個禮拜就要進行接種的預約登記 23號起就要開始進行全面的施打了 換句話說在這一波毀滅高端的戰爭當中 全面落敗之後 今天藍營民眾黨以及相關的媒體的節目 和國民黨的立院黨團 以及大家認為呢跟他親中關聯 比較密切的報紙紛紛的開始攻擊 陳時中所說的3加11不是這一次本土 病例大爆發的破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昨天是因為在記者會上有人質疑 指揮中心的 博流旅遊泡泡當中的5加9會不會重蹈 當時的記者是這樣說的哦 重蹈3加11的復撤 陳時中呢非常明確而且不回避的說 3加11不是破口 這一句話出來之後呢 從昨天一直到今天陳時中被罵的臭頭 有兩家報紙呢用頭版頭條批他 也就罷了昨天晚間呢中廣公司的董事長 以媒體負責人的身份呢 痛批陳時中不要臉 今天呢國民黨的立院黨團也召開記者會 說要去法院告他 還要在監察院去檢舉他 同時還罵說他的臉皮比城牆還厚 但是陳時中並不因為這樣而退縮 他不為所據的今天在指揮中心的記者會當中 拿出了圖表一一的說明這一波的 從台北的萬華阿公殿所爆發出來的 本土的病例的群聚影響到全台灣呢 進行三級警戒一直到現在還在二級警戒的源頭呢 跟3加11的政策沒有直接的關聯 陳時中為什麼敢這樣說 因為這種事實的真相將來要經得起檢驗的 今天我們就要在節目裡面好好的來還原 陳時中為什麼這麼的勇於為自己的3加11來辯護 而批評陳時中呢臉皮很厚 而且認為這一定是破口的當中有一個人 叫做台北市長柯文哲 大家都很奇怪的是 為什麼這個市長對於萬華阿公殿究竟這個破口 這個恐怖的群聚感染到底是源頭是哪裡 是不是這個3加11政策所形成的總要有一個調查呀 為什麼柯文哲市長對萬華阿公殿的爆發的感染源在哪裡 第一例是怎麼形成的中間的關聯是什麼 他為什麼沒有進行他經常所說的科學家精神的調查呢 我們今天來跟大家來抽絲剝繭 不過呢值得關注的是今天我們的本土确測案例 雖然是只有4例但是境外移入卻是雙位數 而其中呢 跟Delta病毒有關的呢是仍然在持續上升當中 現在看起來世界的各國的染疫的狀況也形成了新一波的威脅 會不會又複製了去年3月的時候全球的疫情大爆發 我們的所謂的海龜派越來越多的狀況呢 在5月我們的疫情呢有危險的時候很多人飛到了美國去 那現在美國日本呢的疫情看起來並沒有降低的狀況 那又有人會因此而飛回目前又看起來狀況比較安全的台灣嗎 那在這個情形之下昨天羅俊軒醫師就提了一個大災問 Delta病毒一旦成為台灣的破口 雙北的市長特別是台北市你準備好了嗎 我們今天也跟各位來討論 接下來呢要跟各位來進行一個檢視的那就是 這個到底是不是拿這個錢來請鬼開藥單呢 國民黨有一個所謂的網紅青年營 他們開了一個把青年人找來進行網紅的訓練大會 可是呢居然被外面的人呢派了臥底的人到現場去參與 而爆發出來的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這個故事就是那些參與演講的講師們嘛 他們所說的話呢讓大家都非常的側目 而且很傻眼更傻眼的是那個在終結核能 這個在核四的這個議題上面呢表現得非常非常戲劇化的黃世修 他在現場承認他當時的絕食就是為了吸引媒體的這個眼光 而且還教大家怎麼樣這個用絕食的方式來抗議 其中趙若康呢更是非常高調的說 一定要打越打得罪的人越多 國民黨越容易得到支持真的嗎 我們今天在現場也跟各位進行討論 最後要看的是習近平最近的非常多的內部的管控的措施 已經直追毛澤東了 他的目的是要完成他做習皇帝的夢想嗎 看起來似乎是有實現的可能耶 如果真是這樣子是不是很可怕 他會瘋狂的在拿到了他的這個皇帝的權利之後攻打台灣嗎 來介紹今天的來賓 第一位就是國際問題專家牛津大學的博士汪浩 柯柯姐好大家好 好歡迎你繼續為各位介紹的是民進黨的中常委 也是臺北市議員梁文傑 大家好 好歡迎你政治評論家温朗東 柯姐好大家好 好謝謝周瑋航 柯姐好大家好 好謝謝繼續呢 對國民黨的青年營應該有很多的看法 也有很多的內幕 因為呢那個青年營好像是朱立倫的敵人的樣子 來 柯姐好大家好 國民黨新北市議員 他是朱立倫的大弟子 來等一下告訴我們一些國民黨的那個朱江打來打去的這個好笑的內幕 邱明瑜 大家好 好我們今天來看最新的發展 那就是陳時中站上第一線 他不畏懼那個人身攻擊 幾乎可以說是人格毀滅的批評 趙好康說他不要臉 費鴻泰說他臉皮比神強還厚 然後呢民眾黨跟國民黨聯合起來不只是十指 幾乎是一百個手指都指著他罵 但是他今天在疫情指揮中心的記者會上為3加11不是這一波本土的這個群聚感染所發生的威脅的破口 做了一個非常清楚而且堅定的說明 一方面也在實施秋冬方案 所以從1月1號起 長程的 是要7天PCR的採檢 做了6000多件 那這些都是陰性 覺得就是說 那可以讓他再放鬆 確實是一個群聚 但是對於社區的影響 經過三個月之後 在這樣廣泛的一個疫調 並沒有找出一些相關聯的 相可以連結的一個市政 我非常的痛心跟難過 我們走了800多個 我們最親愛的國人 除了境外產生了破口 才會讓整個疫情大幅的戲內 在台灣造成這樣一個傷害 人家在立法院問他三加11 他說他負責 我到昨天才知道說 他為什麼會說他負責 因為他看起來是不用負責的 很多東西都是 事後你知道 都知道是當時怎麼 我們這種專家一看都奇怪 怎麼留這麼多破口在那裡面 現在也不想再去跟他追究什麼 但是至少誠懇一點好不好 他是做決策的人 然後他又兼指揮官 他再說 他說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 3加11不是破口 世界上有那麼不負責任 有那麼不要臉的人嗎 沒有關係 我們就會去告他 在這一波呢 藍營呢 跟民眾黨聯手 對於高端呢 進行毀滅戰 而且呢 想要讓高端的 願意接受 助使失種的人口呢 讓他降低到 可能只剩蔡英文一個人 的狀況呢 完全失敗 因為到昨天為止呢 總共有113萬個人呢 登記 願意接受這個施打 同時第一波高端呢 23號要上市的這些疫苗的劑量呢 大概是90萬劑左右 換句話講 第一波上市的高端疫苗 已經有超過了90萬劑的人 願意打 所以呢看起來 這個高端毀滅戰是失敗的 所以高端毀滅戰呢 昨天呢 顯見是完全的 這個灰頭土臉之後呢 這個藍營的外圍的媒體人 然後藍營的報紙 然後跟呢 國民黨的立院黨團 以及民眾黨 今天呢 就陸續的 從昨天晚間開始 就發動了一個新的攻擊 陳時中的3加11的一個 這個新的攻擊 咱要請教韋航 為什麼會有這個新的攻擊 而韓 今天已經進行到的最高點的是 國民黨的黨團總召 菲鴻泰 他率領大家開記者會說 陳時中是不要臉的人嗎 臉皮皮陳家長還厚 黨團一定要去法院監察院提告 讓陳時中知道責任是誰要承擔 不能夠推掉責任 然後昨天晚間呢 這個趙阿翰就開始批他說 陳時中就是3加11的 破口的罪魁禍首 不但不謙虛檢討 還一口咬定跟他無關 天下有這麼霉天理的事 世界上這麼厚臉皮的人嗎 看起來是昨天 因為有人問到這件事情記者會 所以陳時中回答 回答之後立刻被這一批 這個反陳時中的人拿到的槍 然後這個開始攻擊他 攻擊到今天陳時中的指揮中心記者會 並沒有這個畏懼耶 他還拿出了很多的圖表 然後做了很多清楚的說明 這個是要接受檢驗的耶 回來這個怎麼3加1又跑出來了 今天不管是公開的留言區 或是我個人的這個內部的社團 大家都問說怎麼吃飽鹹的 又在講3加11啊 這不利嗎 答案是因為我們要推帛琉的泡泡 帛琉的泡泡是5加9自主健康管理 5加9中間會抽一次 那為什麼會要從5加9跑來這邊呢 陳如剛剛的片段 你有聽到陳時中有講嗎 原來就有5加9 然後又再改成3加11 所以因為這個帛琉泡泡的事件 3加11又再次的被拿出來討論 好 那既然記者去問就是說 之前有3加11的經驗 那為什麼現在又敢推5加9呢 是不是又會造成破口 所以陳時中拿出來說明 其實就指揮中心的看法 3加11不是破口 那他所持的理由也很簡單 科學論案 3加11 他的確可能造成了一些華航機師家庭傳染 社區局部的傳染 可這些鏈沒有傳出去 他的時間序當然很快 後面就是我們講的萬華的宜蘭 那全部都大爆炸出來 你會覺得有時間先後關係 好像應該有傳播鏈連過去 但是馬上我們要問一個問題 華航機師身上的病毒 是怎麼樣傳到萬華的 你必須要解釋這個環節 否則3加11這個本土機師的這個 這個所謂自主健康管理的規定 他雖然的確可能存在就是 人可能會在外面跑 但是他並沒有存在一條鏈 可以從機師身上 機師的家人 機師的社區連到萬華去 包括後面什麼基因地區 雖然都是同樣英格蘭的 這個變異株怎麼樣 可是同一株他可能有其他的來源 那當時我們就知道存在三種可能解釋的假說 第一華航機師3加11 結果11的時候偷偷跑出去玩 跑出去玩 然後跑到萬華去玩 然後在萬華照能傳染 好 可是重點在於說 你要找出接觸史 你要有明確的正義去指出 就是從這個方法傳的 而就我們一般人對台灣人對機師的生活型態了解 機師的確不太會像是會去萬華 阿公店消費的人 這是最難解釋的一個 我必須要強調大家都可能生活中間會認識一些機師 他們都是講白點很嚇趴的人 不太可能去阿公店去進行消費 所以這一條你的證據就比較弱 第二個說法就是說 其實不是華航的本土機師 是可能外籍機師在諾富特的另外一個專攻外籍機師的過境旅館 占流的過程中 可能他們出來串門子觸摸到了一些東西 導致工作人員被傳染 所以才會有華航諾富特工作人員的傳染鏈 但是這個工作人員的傳染鏈 的確有抓到他們去情色產業消費 但是去查的時候 也沒有從那個情色產業中傳出去的跡象 因為去驗PCR也都是陰性 所以一樣也是斷掉了 那還有第三種假說 當然一樣也是邊境出問題 就是有人進來十四天之後 驗都沒有 就是十四天都沒有症狀 然後他進到社區 可能立刻前往萬華進行消費 進行某些服務 而造成傳染 可是同樣也沒有證據 所以我們雖然可以確定 目前的確我們臺灣這一波 是英格蘭變異株 阿法株 但是他到底怎麼傳出去的 當你要去質疑的時候 你要拿科學證據出來 反正就是三加十一 那怎麼傳的呢 你們如果找不出怎麼傳 陳儒我們這個廢委委員所說 我要去法院告你 法官一定會問 那你要怎麼證明連結呢 那你的證據是什麼呢 你不能只有一個feel 那個時間很接近 就有一個feel 就一定是這樣連起來的 這個論述是不夠強而有力的 當然我必須要強調 藍軍壓在三加十一上 已經壓了三個月的時間 他們就單壓這一點 認為就是這個造成破口 拼命的想從中提款 可是提了三個月 陳時中那邊就一大堆防疫專家 他不見得全部都是綠的吧 那些防疫專家思考那麼久 看那麼多證據 也沒有看到一條證據 可以把線串起來 相對來說 藍營隔了兩三個月 你們又有把線建立出來嗎 沒有的話你提款提這麼爽 到底是在提什麼 那裡面你自己也沒有理工 也沒有醫學專家嗎 你必須要去建立一套說法 來推翻陳時中的說法 否則就單純是政治提款而已 好 當然這個三加十一又就範 重炒又舊個議題重打 是不是跟其實打高端 已經打到這個無子彈可打 或是已經無法阻止高端正式開始接種 最重要的是高端從23號已經要開打了 然後今天指揮中心也說了 有113萬個人願意登記 然後這個指揮中心還要按照你的年齡層 然後開始通知 各位就是16號開始 如果你被通知到的你要開始登記 然後這個預約就要開始施打 那第一波大概是80萬到90萬劑 不過看起來接下來 9月10月11月12月按照正常的生產的話 他應該是高端應該一個月要生產一百萬劑 這個一百萬劑 高端的9月就要打第二劑 所以八九兩月的會是打在同一批人身上 所以這是我剛剛講的 你要預約的一定要趕快去打 當然這個因為現在是在搶高端 現在是在搶 是在搶高端疫苗 所以高端打打打打到昨天為止 好像已經彈盡圓決了 因為尤其是昨天的李鼻儀醫師 講了一個最徹底的一句話 是在前天美國的國務院的研究員 他們拿數據出來 也在背書高端 對不對兩個研究員 要請教朗東的是 那李鼻儀醫師 昨天早上我在電台訪問他的時候 這是他第一次這樣講 他以前並沒有這樣說 他提到了美國國務院怎麼樣支持台灣的聯亞跟高端 進行台灣的美國跟台灣合作的國產疫苗的進展的時候 他說衛福部食藥署跟專案審查會議 連提供病毒株的美國國務院也非常關心 天天打電話 美國國務院也希望台灣能做出好的疫苗 這也是台灣自己從研發到成品的疫苗 為什麼今天要討論的是 美國國務院是一個美國的重大的研究機構 李鼻儀醫師說他幾乎天天要打電話來瞭解進展 如果沒有的話 國務院要否認的 那李鼻儀醫師在高端已經要正式開始接種的時候 透露著天大的秘密 之後藍英的人或是民眾黨的柯文哲等等 加上媒體界的總統候選人的代表趙孝康 他們發覺已經沒有辦法在高端上面繼續打下去了 所以昨天趁機會趕快轉移焦點 然後轉到了3加11 可是3加11講的話也是一樣的 還是罵人身攻擊啊 罵人家不要臉 眉天理 臉皮厚 然後說是比城牆還厚 然後民眾黨也跟著講說 陳時中不演了 直接改口說3加11不是社區防疫破口 完全負責變成完美甩鍋 然後今天連新北市長侯友宜都講了 台灣為此付出800多條生命的代價 台灣經不起第二次蹂躏 而今天呢這一波啊 從昨天中午的記者會一直到晚間的政論節目 到今天早上呢這兩家報紙也是用頭版頭條 重啟3加11的這個攻擊戰 這個又變成今年下半年高端開始呢 正式施打以後的另一波 在我們的疫情上面的這個標的嗎 那會發展成什麼樣的狀況呢 科學分析得非常好 因為美國國務院 他這樣子跟李璧醫生這個訊息等於是 台美之間有疫苗的相關這些討論 甚至可以說是合作 過去是很低調 現在是慢慢是浮出水面 再加上說下禮拜一早上10點開始 就可以去預約高端 而高端打下去之後 第一有沒有副作用 第二有沒有效 這百萬人都是在做見證 所以對藍營來講 他繼續抹黑高端 這件事情很快都沒有效果 因為我相信高端打下去 他效果就是存在 確實是有保護力嘛 那你這個時候有什麼好說的 一翻兩瞬眼 所以我們就回過頭來炒冷飯 又在那邊講3加11 那今天下午的收成時鐘 他非常盡責的出示了兩張關聯圖 說明了根據一個完整的疫調 不管是機師的部分 可以看到這邊 不管是機師的部分 或是諾富特感染的部分 有兩張圖都明顯的是說 都是家庭群聚的感染 所以他上面有個重點寫說 沒有職場跟家庭以外的 射出的確診 就是最後強勁的疫調的結果 科學結論就是這樣 那你要推翻他的結論 然後說什麼 喔不是啦 都是因為那個機師怎樣 這個我們早就已經討論過了 為什麼 因為萬華第一個發病的話 有一個爭論 就是說有人說是4月23 也有人說是另外一位 是4月6號 可是4月6號那一位 可能在4月6號的時候只是感冒 所以還不確定 好啦不管怎麼樣 違反3加11的規定的人 他出來亂跑的機師到松山去的酒吧 是4月29號 換句話說 早在機師偷跑出去的之前 就已經有了這個萬華這個發病死了 那既然這樣 你怎麼樣把責任 就退到3加11身上 更包括是說台北市喔 這個是柯文哲他們自己 弄出來的這個圖 6月17號 柯文哲他們自己弄的 這個在4月10號 18到4月24號這個期間 台北市的本土的個案 已經有44例 也遠遠比這個3加11的機師更早 好那接下來還有人去講說 還有另外一個可能性 因為你要說是3加11是破口嘛 那是不是有可能是有偷渡客的這個問題 你知道去年喔 光是海巡署查到就56案 158人 今年7月20號的時候 台南外海也查獲了 有那個走私的屏東級的這個漁船 其中的總共有7個人是PCR陽性 這個是已經查過部分 那會不會有一些沒有查過的 漏網之魚剛好進來 那你要說喔 你海巡署沒有抓到偷渡也是你的責任 政府要負全責 你要這樣講這其實也是對啦 因為政府本來覆蓋過責任 可是問題來了 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 可以百分之百的禁止這種什麼偷渡啦 偷跑啦 違反規定這個人嘛 所以你用這種方式去討論一個社會議題 根本是毫無意義的 更確實的事實是什麼 大家想一下喔 台北我們回到剛剛這張圖 大家看台北是經過多少 十週的時間 過途中一個多月飆升到本土個案 一天一聊一千多人在這邊跑 總共這麼高的一個數據 那我請問一下 一樣是秘魯的阿嬤祖孫 Delta病毒到了屏東 一個月之後總共有幾例 十七例 所以很明顯的是說 屏東做得到的事情 柯文哲做不到 也包括是說桃園連續四天清零喔 那你說哇這個如果是有破口 或是有危險 那為什麼桃園可以做到把疫情降到 比雙北還有低 到底是什麼 總不成說這個你知道 現在新北跟桃園一線之隔 這邊是林口 林口離隔壁龜山 隔一座橋而已 櫻哥離巴德連橋都沒有 直接就是了 那總不成說病毒呢 在新北啊 在台北的時候 就說好我要在裡面傳播 一到桃園就說 到桃園我不傳了 不可能嘛 所以你回來看 是不是地方首長在傳 在整個這個防疫的政策上面 在基礎的疫調匡列格力上面 沒有做的確實 這個才是真正的這個問題 所以柯文哲在那邊講什麼 哇這個三加十一啦搞到八百條人命啊 很可怕幹嘛 那如果柯文哲為什麼不檢討一下自己 為什麼沒有落實呢 這個阿公店的這個十連制 為什麼 台北市很多這行業都有十連制 甚至包含八大裡面的酒店 都一直有十連制 進去是掃手機的 那你阿公店 你沒有確實在執行這件事嗎 沒有執行這件事情的時候 一堆不知道哪裡來來源的人 然後病毒在裡面 快速的感染又沒有社交距離 導致在裡面悶騷 這個責任是誰 這台北市政府要付耶 那剛剛講到說屏東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事情真的是 屏東縣政府做得非常好 為什麼會這樣講 很客觀的一個數據啦 美國現在每天12萬 將近13萬人確診 昨天都將近13萬人確診嘛 裡面在7月底的時候 美國的CDC 他們的數據是9成3 93%就是Delta病毒 那你知道Delta病毒有多強 強到說一瞬間 就把美國原本的確診 洗掉變成是Delta疫情在一起 而Delta就100多個國家都在起來 這麼強的一個病毒 在屏東這邊完全受到控制 你對照組織下 台北成為了一個社區感染的重災區 那背後的原因就在台北 那你在說這件事情 跟萬華阿公店有關啊 都是說什麼破口幹嘛 到宜蘭游一場也是因為 這個阿公店這個問題傳過去 基因序列已經做了 宜蘭也控制住了 當各縣市都能夠控制住 能夠做好防疫的時候 我相信大家已經很清楚 責任其實就是在柯文哲身上 好就是台北的這個萬華阿公店 當時你這個案例發生的時候 你有沒有有效的做圍堵防疫嗎 那一段時間這裡有沒有戴口罩 有沒有實聯制 甚至於發生案例的時候 有沒有一夜之間很多人 四散逃走到中南部去 其實都是可以檢討的 但是要請教文傑的是 陳時中未來被認為是一個 民進黨參選的台北市 他應該還是民調最高的人 不管怎樣 這都是一個硬題目 3加11究竟是不是原因 早晚他要碰到 所以呢 與其一直讓這個謠言 或是耳語一直講下去的話 那不如就一次說清楚 雖然這個一次說清楚的可能性 還不是那麼高 但是不管怎樣 要面對這個問題 是這個遲早的事 那從現在開始來討論的話 那這個3加11的政策本身沒有錯 這個的說服力有多少 那接下來萬華台北市 是不是在萬華的這個地方 甚至於這個在感染源的這個 確認上面呢 這個必須在調查清楚的 會不會變成一個 在明年的台北市長選舉之前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呢 3加11這件事情 確實是需要面對的 就是說這兩三個月以來 關於這個事情 基本上沒有 沒有說像陳時中今天這樣說明的很清楚 對他是第一次 這是第一次 然後陳時中我記得 在一個多月以前 在立法院有一次質詢的時候 有講過類似 但是那個時候 並沒有把話講得很清楚 那今天是算講得最清楚 那3加11另外一個受害者是范雲 那范雲他這兩三個月幾乎臉書 好像都是停滯 都是停滯 那也不知道為什麼 老實講我認為這個 這個事情就是本來就是要去面對 你現在不面對 你明年 明年台北市長選舉 不管是誰 早晚要面對 不管選的人是誰 都一樣要面對 那3加11這個事情 被栽到民進黨身上 或是栽到這個指揮中心的身上 我覺得這個事情 有一點冤枉 就是說 因為像我 我姐姐是華航的空服院 所以我很清楚 他去年3月 去年 就2020年3月開始 這個所有的六家 六家航空公司 都一體適用 大概就是3加11 他是去年3月一直到今年 到今年的1月1號才改變 才改變得比較嚴 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去年12月的時候 有一個紐西蘭機師爬爬 紐西蘭機師爬爬爬 然後引起這個 引起社會震怒 所以指揮中心 就把它改得比較嚴 變成7加7 然後經過三個月之後呢 又覺得說這個疫情有鬆了 好像是沒什麼事了 然後又把它放鬆5加9 然後最後才又回到3加11 也就是說從今年4月15號 開始的3加11 其實就是去年已經實施過 九個月的這樣的 這樣的一個這樣的一個做法 那所以這樣為什麼是3加11 因為大家要瞭解 就是說航空公司 譬如說你一個空姐 我出國 我出去我可能在飛機上 我到美國我在飛機上可能要待很久 然後在那邊要求說你要住在防疫旅館 你不可以出門 你就一定要住在那個房間 你可能要在那邊住個兩天 住個兩天 然後出來再回來 再坐到飛機上再回來 所以說你假設 假設在飛機上 或者說在國外的這個外站 你都沒有跟人家接觸的話 就是說管理的都好的話 那你回來確實不需要像一般旅客 你要在家裡待那麼長的時間 因為你這段時間 你都是在飛行 或者是說在外站管理 但是你沒有 但是有沒有一種可能性說 有些人他就是跑到外站去 然後在外站鬼混 有沒有這樣的人 我聽說也是有 但是一般來說 就是說有一些機師 他跑到外站 然後在外站他可能 他覺得想要去喝杯酒還是什麼 就是有這樣的可能性 但是一般來說 因為過去去年實施了九個月的之後 基本上你沒有發現 沒有發現這樣的問題 那所以今年回到4月15號 回到3加11的話 那個時候大家也都覺得可行 那發生在諾富特的事情 我覺得偉航剛剛講的比較 我認為諾富特那個是應該是外籍機師 外籍機師 因為他兩棟大樓 兩棟大樓 然後有外籍機師進來 外籍機師他基本上受到的管制沒有那麼嚴 那外籍機師呢 他他可以到這個大唐的這個pub 大唐的pub去聊天或去買東西等等是可以的 所以那個外籍機師他可能就跟諾富特的人 那個工作人員有接觸 所以那個時候有好幾個工作人員是感染 但是這個諾富特這個感染的事件 他是以目前的調查來看 他就是局限在諾富特的裡面 我記得好像是感染了七個 好像是有七個受感染 那所以如果說你硬是要說諾富特這個群聚事件 就是後來整個萬華大爆發的這個源頭的話 就是你就必須要去證明說中間有連結 但是實際上是並沒有 所以我對於萬華這個事情的瞭解 我我比較相信 我比較相信大概就是可能會有一些人 譬如說外籍移工或是類似的 他他進來他他也遵守了十四天的隔離 但十四天隔離之後他他身上就是有 你十四天只是我們取一個職 不代表說你十四天隔離 沒有症狀你身上就沒病毒 未必 所以這樣的環境 類似這樣的人 他進到萬華之後 他可能就在那邊可能服務 可能做什麼事 那就造成了感染 那沒有任何真的沒有任何國家可以說 我十四天隔離完之後 就全部都擋住了 沒有任何國家可以這樣保證 那除非你說 那我就要做到萬無一事 我要關一個月 但是也不可能 你也不可能 對對人民做出這麼這麼嚴重的限制 那所以我覺得諾福特的群聚 跟萬華的事情是兩回事 老實講台北 這也是阿公店 他基本上沒有什麼在做實聯制 不可能的 也不太戴口罩 這個那段時間 不可能 那我們的阿公店 因為他雖然有女陪事 但是他又不屬於八大行業 因為八大行業 他要抽很高的娛樂稅 所以很多實際上有在從事類似服務的店家 他基本上都是用小吃店 或是用餐廳來登記 所以這些就是台北市的一個漏洞 那其實在各個縣市都有 各個縣市都有 那所以我覺得對台北市來講的話 我覺得從台北市政府的角度來說 就是說這個這個洞 其實大家都知道在那邊 而且你都知道說這個洞 一旦一旦出現出現破口的時候 問題會很嚴重 但實際上沒有人敢去碰這一塊 因為那邊的從業人員很多 而且基本上都是比較屬於 弱勢的消費族群 那所以其實大家心照不宣 就沒有去處理他 但是你說誰要負責人 當然就是說真的出了問題的時候 你還是市政府要扛起來 那做為一個市長 你就好好面對這樣的問題 就是說確實我們那個時候 沒有對阿公店類似的消費場所 做出什麼樣的嚴格的稽查 確實是這樣 那發生了問題 那我們就是扛起責任 那你不要硬是把這個萬華的這個 這個傳播鏈 硬是說他就是一定就是什麼 3加11來的 一定就是這個機師傳進來的 未必 那我甚至還聽到有人說 大家大家記不記得在疫情之前 有一個對岸有一個做做的一個什麼 救生艇 做了一個救生艇 就來到臺灣 有人說還是那個人放的 那那你當然就是說你隨便隨便怎麼猜 你要你要怎麼弄都可以 但是有些人寧可興起 我就覺得說這個是可能是大陸 這個派人來放病毒 那這些都是沒有科學證據 但這種說法的沒有科學性 跟3加11的沒有科學性 我覺得是差不多的 就是說你如果想要責怪 責怪什麼人 或者說你想要把怪追在他頭上的話 你都可以這樣講 但是你必須要證明出來 但是目前就是看不到 好這個問題呢 陳時中他按照這個管制的方法 按照疫調 按照這個所有的個案的關聯圖 看起來呢 他是非常強硬的說 跟3加11的政策無關 可是在最後呢 為什麼會發生 而且如果是諾富特 他有兩棟飯店 剛才這個文傑說的 有一棟是外籍機師 就是不是長榮 也不是華航的機師 當他們飛到臺北來的時候 他們被集中這個管理的地方 那很可能是外籍機師住的那邊 在搭糖裡 你剛剛講的 他就造成了諾富特的員工 可能染疫對不對 那這個染疫的結果 會不會形成為另外一個染疫的這個來源 那因此冤有頭戰有阻 華航跟諾富特的群聚感染 也要找一個負責任的對象啊 老實講諾富特的群聚感染 他確實後來曝露了那個 諾富特的本身的管理的問題 他的管理上面確實是 確實是有點鬆散 有掉螺絲 那所以這個部分 你我覺得一碼歸一碼 針對諾富特 我認為那個時候 其實就應該要成熟 諾富特是華航的 華航所有的董事都是華航的高管 華航旗下的旅館 對 諾富特的董事長 其實是華航的董事長 對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 你這要針對諾富特 你要有人來負責 你要人來負責 但是但是那個時候 因為大家太忙 疫情太忙 所以沒有人去處理這一塊 所以就變成是諾富特 變成三加十一 然後三加十一要為萬華負責 然後萬華要為全台灣負責 因為你當時沒有 沒有把這個這個 諾富特這個事情好好解決掉 所以才會把這個事情 越弄越大 對 所以那為什麼 為什麼同樣三加十一 為什麼是華航發生事情 不是長榮 對 所以顯然是每一個個別航空公司的問題 好 我們來看國民黨的主席選舉 雖然葉原生很謙虛的說 沒有什麼人注意 但是鬧出來的笑話呢 還是很廣受關注 剛才講的原來是西瓜 是假裝罵民進黨 事實上是挺江幾層罵朱立倫 對不對 那要請教這個王浩的事 可是問題是說 國民黨這個主席選舉不管怎樣 國台辦開始發生啊 他真的給了你一個考卷啊 這個考卷還給你很簡單的說 新一屆的黨主席要堅持九二共識 然後呢給島內民眾帶來希望的 然後還原知原味的九二共識 這幾天是說什麼啦 那到底這場選舉 如果又把九二共識抬出來 又把馬英九給扶上檯面的話 對國民黨未來在台灣的競爭 真的像陳世良這個文章所寫的 帶來希望嗎 對我覺得這裡面是三個不同層面的問題 第一國台辦要求這個國民黨主席搭考卷 這個跟五年前他們要求蔡英文搭考卷是一樣的 當然蔡英文就沒理她嘛 當時這個國台辦也說如果蔡英文這個 九二共識沒搭好在兩岸關係地動山搖 這個但是什麼事情也沒發生嘛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 國台辦的考卷實際上大家不必太重視 但是從國民黨的內部來說 我覺得國民黨很可悲 這個可悲就是說每次這個主席選舉 前主席都特別忙 這個太多的前主席出來 對於可能的新主席的候選人 指指點點 那包括馬英九當然是最忙的 然後前一陣子吳敦義也出來講話 那其他的前主席也時不時的要出來講話 這個本質上的問題就是說 他們實際上每次本來主席選舉 是一個蠻好的國民黨對於自己的路線 進行討論的機會 可是他們每次都沒有真正的對路線進行討論 而更多的是在於一些名詞的糾結上面 那本來在我看來 雖然這個我對國民黨這個新一代 也沒有太多的研究 我以為江啟成跟朱立倫 因為他們兩個都有留學美國的背景 他們相對是國民黨中間的中生代 而且相對是比較親美派 相對是比較跟中共跟九二共識沒有什麼瓜格的 應該沒有什麼歷史包袱的這一代 可是現在馬英九在這後面不斷的去推動他們 逼迫他們 第一逼著他們反美 第二逼著他們要接受九二共識 第三要逼著他們這個 繼續所謂的統派的路線 所以使得江啟成大家說老實話 他上任以後一年多 對於國民黨的改革是很失望的 雖然說他去年在競選的時候 曾經公開的說過 九二共識已經過時了 需要重新討論定位國民黨的兩岸政策 但是實際上經過一年多 他在這方面沒有進展 但是現在這個江啟成被這個馬英九 被這些趙少康門逼迫底下 他越走越極端 不光是這個強烈的反美 然後又在推動這個萊豬公投 又去去打這個疫苗 各種事情本來他們都是相對走這個 正常的議會討論的路線 現在變成了更極端的街頭路線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可惜 就是說國民黨的中生代 並沒有能夠擺脫他們這些前主席的影響 能夠走出自己的路線來 然後繼續在原來的這些論述裡面 轉圈子 這個對國民黨長遠的發展 實際上是非常不利的 還這樣讓馬英九又繼續 等於是馬英九還在做太上皇 在幕後指導 那這樣的狀況對於未來國民黨的發展 不管是2022的選舉 或是2024的選舉會是怎樣呢 不會因為你是一個寫作者 而且是出書很多 一篇文章超過300字就會又錯又長 又超死沒有人看嗎 這個當然了 這個可能受眾不同 現在的年輕人可能確實看 比較長的文章比較少 但是我覺得這個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文字的長短 而在於你的論述是不是有理有據 那你如果論述無理無據的話 你的文字再短也沒有用 這就是流於一種喊口號的形式 那當然了這個 我去這三個人的這個演講裡面 我比較印象最深刻的是羅志強 他還是比較勇於承認自己腦袋有問題 那你既然自己腦袋有問題 你還去演講幹什麼 你還去參加國民黨的活動幹什麼 有腦袋有問題就應該去醫院治療 我覺得這個第一 要對自己要有清醒認識 既然承認自己有病 腦袋有問題 那就去醫院治療 不要在這個國民黨的活動中間 再繼續毒害別人 那我黃世修的問題 我覺得就更嚴重了 第一他說拿錢辦事沒問題 問題是你拿到誰的錢 你要是拿到共產黨的錢辦事 那就是有問題 台灣也是有反滲透法的 你這個拿共產黨的錢辦事 是要違反反滲透法 那就是有問題 那第二 這個爵士是可以演的 那說老實話 這樣的演戲的方法 來引起社會的關注 然後來這個製造議題 來這個推動公投 對於人家這個 這個很多支持你的這個議題的人 實在是一個很不這個 這個尊重的一種表示 如果他把這種作為 像這個國民黨的年輕人去傳播的話 國民黨的年輕人都學習這樣的作為的話 實際上對國民黨是有百害而無益的 這最好 對王師兄我也有點吃驚 居然是這樣的一個人才 還要推那個公投找教啊 什麼不是他們還在繼續嗎 那推核式 重啟核式 他還在推嗎 對 講這個話之後還好意思嗎 是啊 我也是覺得真的是 好意外喔 那至於說那個營隊的部分 營隊我覺得 我覺得是尊重所有的講者 他們的 因為他不會去篩選 他們講的什麼內容 那他們闡述他們的理念 我覺得看他可以影響到多少人 可是有一點要特別注意 就是像他這個活動 因為是直播的 直播就是全部人都會看到 比如說像黃師兄 我覺得他很真誠 就是說他會把他去絕食抗議 然後說他不餓 只是想睡覺 然後跑到想就醫 去台大醫院去睡個午覺 我覺得很真誠 很真誠跟青年互動 你怎麼會這樣 國民黨很重視青年 但是你在就是要知道網路時代 就是都是什麼訊息 都是公開透明的 得意忘形吧 講到這個 講到最後這個 原來我的這個絕食啊 整個想要電解職怎樣怎樣 就是為了想到台大醫院去睡覺 所以故意演一個 我想說 這個你真的很誠懇這樣 那我要講就是說這個事情 就因為後來有被一個粉絲專業爆出來 對啊 那個贏了 那這個粉絲專業很多人說 是不是這是不是國民黨內鬥 這一定不是 這絕對不是 國民黨內鬥是有另外一件事情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內幕 就有一個有一個測 有一個粉絲專業叫做 幫他打個知名度 叫做原來是西瓜 那他是七月二十五號成立的 西瓜意思就是外面是綠的 裡面是紅的 表面上是罵民進黨綠共 就是說民進黨現在跟共產黨一樣專制 表面上是這樣 那成立之後幾篇文章罵民進黨 後來就開始罵朱立倫 罵得很難聽 連那個什麼安博和子也來罵 罵朱立倫選主席是權貴 復辟 然後罵朱立倫說 你宣布的時候有沒有問過淡水阿嬤的意見 然後然後聽江啟臣 就是說江啟臣經歷過最好的時代跟最亂的時代 所以他是一個很值得信賴的人 然後還罵沈智慧 因為沈智慧當時在中常會 有提對江啟臣不利的意見 然後大概就是兩層挺江 兩層罵民進黨六層在黑豬 那這個還下廣告 所以這在我們國民黨裡面 就掀起一點風波 他還有下廣告 朱立倫的人認為這是江啟臣人搞的 這個一定是 我覺得一定是 因為大家可以比照一下這個 策異粉專跟江啟臣主席的臉書風格都差不多 那是誰主導的 我認為當然就是江啟臣主席那邊主導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很蠢 第一個就是大家很容易猜得出來 到底是誰做的事 因為你還下廣告 你如果是一個民不見經傳的粉專 大家可能也看不到 你一下廣告大家都看到 然後第二個是 現在基本上國民黨主席選舉 沒有什麼其他人在關心嘛 就只有國民黨裡面內部的少數人在關心 那你這樣一弄不就 不就是很容易讓人家發現 這個我再來加碼一下 所以我覺得 我是呼籲啦 我覺得是沉痛呼籲啦 我覺得國民黨的戰力應該就是 戰鬥欄是要對外 不是對內 你不能說對內戰鬥很強這樣 然後對外就比較 就是放錯方向 而且會被人家笑 原來是西瓜罵的那個西瓜就朱立倫 他其實是要罵民進黨 可是他其實他是包著罵民黨的外衣 但是內心是要攻國民黨 那所以我要表現一下 我不會只是對內 所以我要對外心 你給你宣傳那麼久 我洗白一分鐘就好 我覺得那個三加十一 跟諾富特是不同的事情 三加十一不是破口吧 三加十一是破口 我覺得大家有討論 我講諾富特久 因為諾富特是我踢爆的 但是諾富特是外籍機師住的那一 但是當時 對我簡單講一下 諾富特他有很多問題 還有混居的問題 同一個房間有住檢疫課 那是諾富特管理不利啊 那跟陳其中有什麼關係 可是當時員工很害怕 員工有有跟那個CDC檢舉 CDC就說這是桃園市政府的事 防禦管歸他管 桃園市政府說這個是航空城的事 是中央管 華航的事剛才文傑特別講到 那是兩邊TiTiTi 應該是華航負責 所以現在 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都沒有介入嘛 那時候陳時中講一句話 他說公文跑得比病毒慢 所以他的確在這事情上有失職 那諾富特這個事情 後來還有外包的員工 還有主管其實都回到社區活動很長一段時間 對 在蘆洲 那時候蘆洲有一段時間大家很害怕 但是不是三加十一這個制度所造成的嗎 三加十一跟諾富特是不一樣的事情 兩件事情 請繼續鎖定 民視台灣談 拉希文一五二 范雲被一直被指控是三加十一的那個 召開那個公廳會的這個人 已經被罵到臭頭 好像就是他跟陳時中兩個人 做了這個這件事情 才造成了這一波的這個 本土的辦案裡的大爆發 可是回過頭來 如果從政治面來看 從個案面來看 就像當時這個只有兩個答案嘛 為什麼長榮沒有出事情 那那個華航出事情 第二是這個諾富特 至少這個飯店本身 在防疫上面出了破口嘛 可是那一段時間 因為很忙 所以由陳時中一個人 萬見專心 擋擋擋擋擋 擋到現在 大家有餘力 開始討論這個話題了 那你覺得這個話題 這個是不是需要 甚至於可以處理的執政當局 指揮中心 行政院等等 特別是蘇貞昂院長 因為華航是國營事業 諾富特是華航管的 總要有一個清楚的調查報告 跟一個懲處的這個發展 才能夠止住這個三加十一 被這個污名化的狀況啊 對 我覺得這個三件事情 諾富特的情況 和三加十一的政策 和萬華阿公店的群居感染 這三件事情的時間序 第一要理得很清楚 那今天陳時中想 通過記者會給大家解釋啊 但是從他的解釋裡面 我覺得很清楚 就是說 這三件事情之間的關聯 現在是沒有辦法確立起來的 對 大家實際上找不到這三件事情 中間的關聯啊 那諾富特這個管理出問題 大家都很確定 這是諾富特飯店管理層的問題 然後華航管理層有監管不力的責任 這個很確認啊 那這個三加十一的所謂的問題 實際上是華航的機師沒有遵守 嚴格遵守三加十一的規則 在十一的時候偷偷跑出去了 這個說老實話是你有規則 你有規定在那裡 別人故意不遵守違規 那你不能把這個責任 怪到自訂規則的人啊 對 這是兩個不同概念的問題嗎 你規則自訂了 但是有人故意違規 跟你這個規則自訂錯了 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你自訂的規則有人故意違規 但是即使是這樣 從現在大家知道的 跟萬華阿公甸有關的這個案例 在四月中就開始有的話 他跟華航機師故意違規 三加十一的規則 這個時間點是 有重點 甚至是這個阿公甸的這個案例 比華航機師違規更早 對 所以你不能夠說 這個因果關係是 華航機師帶給萬華阿公甸的 所以問題的關鍵就是說 所謂的台灣這一次五月的疫情的這些破口 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這可能要很多年以後 這些公衛專家 歷史學家做一些比較徹底的社會調查 才能夠把它找出來的一個學術性的問題 他說老實話恐怕現在已經不是一個真正的公衛問題 但是很確定的是說 你說這個三加十一這個政策本身 要對這一次諾福特的問題也好 萬華阿公甸的問題直接負責的話 這中間的連結是沒有的 但是打三加十一其實就是打陳時中 對啦 那打陳時中就可以打掉 未來這個明年其實也很快 在地方的這個縣市首長選舉當中 那個他仍然還有站得非常高的支持度 他仍然是一個強勁的對手 那打這個高端就是打蔡英文 打民進黨政府 那可是這兩件事情未來可以如願嗎 那真正的這個藍營的人 或是國民黨的人 應該打的是那個下指導旗的那個 中國當局啊 中國當局在國民黨的主席選舉上面 還要求人家交口卷呢 要交一個對九二共事的一個看法 那國民黨人也沒有出來炮打老共 那國民黨人自己內部呢 這場選舉呢 已經形成了一個新的笑話 我們來給大家看一個 這個最新的報導 那就是呢 竟然啊 國民黨中央的一個網紅青年營 在召開的時候 還被人家穿透啊 派了臥底的人進去呢 這個詳細實況描寫的那些講師們呢 非常這個傳神的一些表現 我們來看一下 國民黨的主席的選舉呢 所形成的一個新的戲碼 前國民黨主席朱立倫突然現身台南信儀 鄉親好熱情 不斷瘋狂搶拍照 宛如萬人迷 朱立倫走訪基城 欺舊前台南立委高斯伯大力相挺 從早上九點拜廟 一路到台南市議會 下渡飯店和黨員黨代表見面 都全程陪同 加上岳父是前台南縣長高宇仁 讓朱立倫很吃得開 跟黨團這些議員老朋友們 打打招呼大家溝通一下 最重要我們就是希望國民黨能夠更強 更有戰鬥力 不只有黃復興前台南立委李全教 也是支持者之一 朱立倫宣布角逐黨回後 積極拉攏立法台戲 但似乎也成為對手支持者的眼中釘 臉書粉絲專頁原來是西瓜 七月底成立後 發表的文章清一色都在罵執政黨 不時穿插支持黨主席江啟成的內容 像是PO出江啟成時代百大人物圖 強調相信他能帶領國民黨 起死回生 但朱立倫宣布參選後貼文風雲變色 說朱立倫只會打順風球 鬧致充滿算計 2016年丟掉總統大位 害國民黨跌進谷底 種種跡象看在民主眼裡 根本是黨內內鬥開始 黨主席選舉是一個封閉型的選舉 是派系 是綁樁 然後是人頭黨員 他的關鍵是要重返執政 他應該是面對社會大眾 而不是面對同溫層裡面的致海 請教明玉 國民黨的選舉 那到底九二共識如何 還要對岸老共那邊 還要叫你們交考卷 然後每一個人還是一本正經的答言 第二個就是雙方都有贏 一個叫什麼 又是網紅青年贏 又是什麼戰鬥贏 還有什麼其他的名稱 滿街都是對不對 那有意思的是 這個所謂的刮報這個社群網站 他這個洋洋灑灑寫出了 他們去臥底的報導 這太有趣了 他們的臥底報導揭發了 這幾個人的老實話 一個趙浩康說 立法院我主張打得罪越多人 支持者越多 網路經營理想狀況 新聞不要超過一百五十字 文章不要超過三百字 因為到三千字就沒有人看 然後羅志強說 民進黨戰鬥者會爬雲梯 但是國民黨往往越戰越怕 也是講了老實話 你往前衝隊友往後跑 還會背後射你兩箭 我腦袋有問題才在這裡戰鬥 然後據說他講到激動處還破音 然後黃世秋說拿錢辦事沒問題 然後國民黨網軍OK 民進黨是幹壞事 用2022公投把EUA撤掉 就能不用打高端 2018他的絕食 是為了滿足就醫條件 大量灌水流失電解值 情緒化給媒體拍 讓血壓飆高 然後呢這個 據這個爆瓜 這個照片報導 這個營隊宣示很像納粹 趙浩康羅志強黃世秋主導演講 分享自己政治參與心得 每個人呢表定十分鐘 趙浩康講了三十五分鐘 後續行程也隨著長官發言 延宕台下幕僚不敢提醒 暗示都不敢做 然後參與的人呢 這個報名有三百多位 還要篩選掉民進黨的側翼 剩下三十個成員 可是有獨派臥底 還有很多高齡者 其餘參加的都是年輕面孔 多超過三十歲的 太有趣了 羅志強滿腹怨言 趙浩康越打得罪的人越多 支持者越多耶 我必須講這個很符合邏輯 什麼邏輯 就是說現在江啟臣 他已經完全被趙少康這些人 給牽著走了 就我之前跟 有在節目上爆料 我就說包括江啟臣的 那個群組裡面 他現在的所有的這個群組 基本上都是趙少康幫的 那你看他已經被牽著到什麼地步 因為趙少康主張戰鬥欄 連這個趙少康 連江啟臣現在喊出口號 就是說我們都是戰鬥欄 連口號都用趙少康的 拜託你就趙少康出來選 趙少康直接當主席就好了 我不知道現任主席還是江啟臣 那你說少康幫現在到什麼地步 你剛剛講說那個三加十一 我稍微補充一下 為什麼這個國民黨到現在還在打三加十一 因為他們第一個他們不甘願 因為三加十一 你現在想到會誰 想到是高宏安 他們就會覺得說三加十一 一開始是國民黨先爆料的 為什麼後來成果呢 被這個高宏安民眾黨給收割走了 所以他們不甘願 所以他們現在就要連續再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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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把這個主導權搶回來 不然你每次講到三加十一 然後你的民眾都說 那個是高宏安 高宏安揭發的 那國民黨不是等於做白宮 把這個攻擊讓給別人嗎 所以我認為就是說 他們現在還是想要把三加十一 做回他的這個主導權 那反正費宏泰這些人來主導 不要忘記 費宏泰當時打陳時中 已經打到什麼地步 他說他槍斃陳時中 對 那現在這個陳時中 看起來還沒被斃掉 所以他的革命尚未成功 就還要繼續再努力啦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你說 講到這個青年營 這非常有趣 現在其實這個就是珠江在大戰跟內鬥 那其實這個 這個青年營這個被爆料的 應該是看不爽 裡面看不爽一些人 那我就是說他看到底 到底誰去 如果你的是綠的還是藍的 應該是反這個江啟城的人進去的吧 都有啦 因為你看看不太出來 因為他裡面這個就是 但是就是說不 對 你可以講因為這個 畢竟青年營現在還是屬於江啟城在領導的 所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可能是另外一個陣營就是臥底進去的 那我必須講就是說 當然就是說國民黨的這個青年營 青年軍他們馬上就有發一些澄清稿出來澄清 當然有在酸民進黨 包括第一個指責的是說 那你參加青年營的 為什麼年紀都這麼大 那那個因為就是說參加的人 你青年好歹我們現在定義應該說二十幾歲吧 那他說裡面有三十幾歲 甚至有四十幾歲的 這是第一個 那你就是不符合青年營嗎 第二個我覺得比較有趣 他講趙少康 他說趙少康在裡面 就表定是十分鐘 可是他洋洋沙沙講講了三十五分鐘 結果旁邊的人沒有人敢去制止他 那當然這個後來他們有發澄清 就是說事實上本來就是趙少康跟就是 預定就是三十分鐘 但是不管你講幾分鐘 這不重要了 你要講一小時我們也沒意見 反正只要大家聽得下去就好 問題是說他裡面的內容 是我覺得有些人就不以為難 像我也覺得不以為難 他就說以後你們這個發新聞 這個長度不能超過一百五十字 文章不能超過三百字 他說這樣子大家會看不下去 我真心覺得說他真是太忽略民眾 這個的閱讀能力 因為你說實在你一個好的論述 你說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 你如果寫你如何用三百個字以內 你去闡述九二共識的一個真諦 這個我不太理解 所以他現在就是把臺灣民眾的感覺是弱字化 你只要有圖幾個字 那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就會覺得說趙少康 你這樣子的論述是有問題的 那我其實我對裡面最有意見 我自己個人最有意見 我覺得是黃世修那一段 黃世修鼓勵大家用眼的 他就說當時他在發動那個公投抗議的時候 他就說因為他想睡午覺 他好幾天沒有吃飯了 所以他就大量灌水 然後他其實就是有點想昏訣 昏訣 然後他就是想要去臺大醫院睡午覺 他自己講的 這個不是我污衊他的 所以他就說他演得很用力 他講 他演得很用力 他鼓勵說以後大家都用眼的 我覺得說如果今天我是支持者 那我看到你在那邊努力的推公投 結果我覺得很感動 因為你當時快要昏倒了 那我就覺得說我想去投 可是問題是你今天跟我講說 原來你是用眼的 你不是在欺騙這個支持者的心嗎 但是你就後來看到 其實國民黨很多場 後來其實都是用眼的 我這樣講可能會被罵 審治會 他那時候不是也去那個立法院做公投 後來人家也是說 他那個就是演得蠻兇的 還有陳育甄被夾到手 其實後來也是用眼的 你就會覺得說天啊 你國民黨現在是怎樣在搞演技派 你這樣是尬人家大小 那以後以後真的有人絕食 你就說那是用眼的 這樣子你不是就拖累以後 就是真心想要去表達訴求的人嗎 所以我覺得這一場根本就是一個荒腔走版 很好笑荒天下之大雞 我最後要講了你剛剛講 那個九二共識的這個部分 我簡單講 因為我覺得觀眾現在對國民黨 現在怎麼突然要提九二共識 說實在的 那就是因為現在要選了 每個人都要拿馬英九的支持 所以很久很久都 你當選主席人 就不會有人在鳥九二共識 只是說你現在要選的時候 就大家開始把九二共識再拿回來 那江啟臣他當主席一年了 他有在鳥過九二共識嗎 也沒有啊 就講了一個憲法的九二嘛 那現在趕快又回來要貼馬英九 就說我們還是要遵循這個九二共識 朱立倫你從來他從二零一 就上次選完總統之後 他總統也沒在講九二共識 他也從來沒有碰過九二共識 結果現在就講說 我們要趕快不要再創造新名詞了 我們要趕快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那卓博員更好笑 卓博員就說 我們要回歸原汁原味 葉原汁我幫你我幫你加持 他說要回歸原汁原味的九二共識 天啊 這些人什麼時候開始遵從過九二共識 其實原因就是因為他們現在大家都來襯馬英九 因為馬英九雖然不會表態說去支持誰 我必須講了 因為我們上禮拜有講過 就是說什麼金普聰的關係怎樣 但是這個是金普聰下面的人在搞 但是你馬英九他自己覺得自己是共主的高度 他不會真的表態 可是就算他不表態支持誰 可是如果說你反對九二共識 他馬上出來搞你 所以這些人還是會害怕 所以避免馬英九出來這個背後開槍 所以大家都要尊重九二共識 我跟妳保證啊 選完之後不會有人再提九二共識 剛剛講的那個啊 因為傅昆琦支持這個朱立倫 所以呢馬英九跟他的愛將金普聰討厭傅 所以馬英九討厭傅昆琦要討厭朱立倫 但是不管怎樣你們貴黨也很奇怪 大爺葉元之先生你們做了一個淫對耶 淫對的演講雖然不是要講的慷慨激昂的那個啊 是那個啊愛國愛民啊主義啊 或是如何學術 可是總要有一點基本的信仰跟信念 總要有一點黨的這個啊 未來的啊 人民服務管理治理上的想法嗎 或是看法啊 或是一個基本的論述 結果結果這幾個人不是都在鬼扯嗎 這個簡直是好像演那個訓練連續劇 都不是這麼膚淺的做法對不對 更別講你們這個啊 選一個主席被國台辦旗下的媒體 中國台灣網的社論寫出來 這個楊世良先生是一個非常資深的 中國共產黨員 他在上海有一定的影響力啊 他經常來台灣啊 他是上海公共關係研究院的院長 是上海市委統戰部 你看啊 他曾經我見過他啊 他曾經跟我說 他是一個最忠誠的 這個中國共產黨 他認為中國共產黨的 後來也沒有遵照中國共產黨的理念 不管怎樣 你們選黨主席 他寫一篇文章說 是否堅持九二共識 是下屆中國國民黨主席的必答題 作為島內重要政治力量 他對你們不錯耶 還說你們是島內重要政治力量呢 那國民黨特別是擔任西一屆的黨主席 李懿繼續堅持九二共識 挑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任 給島內民眾帶來希望 然後他們一發考卷 你們哪連你的朱立倫也要開始現嗎 也要開始九二共識膜拜了 九二共識對台灣的民眾來講 一九九二年到現在 已經真的是老古董了耶 這兩個題目 一個是九二共識的題目 九二 兩個題目都是國民黨怪怪的題目 九二共識前後 他前後官 他不是說那個中共出考題之後 大家來回答 不是嗎 其實這個時間序應該是說 禮拜三的時候 馬英九跟江啟臣主席共同參加了一個 飛虎隊的活動 然後因為馬英九總統有去 那江啟臣主席在好像他主動提到 就是九二共識這個東西 憲法九二 憲法九二 還有原知原味的九二共識 那這個後來有人就去把張啟臣主席講了這番話 跑去問朱立倫 那朱立倫就是說 不用再創造新名詞 像憲法九二不用再創造這種新名詞 國民黨就是一中各表 求同存益或者求同尊益 就這個是朱立倫一貫的說法 這沒有什麼新意 然後那個共產黨就講說什麼 這個九二共識是必討題 但後來也沒人理他了 我是覺得共產黨不要來繳禍 不關你的事 就是國民黨內部的選舉 是我們自己會 黨員會選出一個我們適合的人 他少廢話 這個我覺得不要什麼都參一咖 跟他沒有關係 那我個人是覺得 我覺得九二共識沒有那麼重要 因為我如果是問我 我也是支持九二共識 但它是一個工具性的價值 他的意思是說 1992年當時因為孤王會談 寇潔非常精準 就是有些事務性的協商 可是以前漢者不兩立 大家拉不下臉 總是要掰一個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模糊說法 所以才會講說 好啦好啦好啦 反正你就講你的 我就講我的 我說一中是中華民國 你說一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各講各的 然後在這樣的一個基礎底下 大家就開始會面 然後後來舒淇就把九二年 大家談妥這個模糊的東西 就給他取了名字叫九二共識 他是一個工具性的東西 可是現在 但是後來被習近平變成了 九二共識一個中國一國兩制 大家都搞不清楚現在國民黨現在好像把這九二共識變成一個目的性東西 比如說我今天要 比如說我要跟一個女孩子要跟他周瑋航好了 周瑋航跟一個女孩子在一起或不在一起跟他維持什麼關係 那個是目的 可是我們老是在討論說 那要吃什麼的吃什麼餐 我就這是工具 我們老是在討論的工具 我們沒有討論目的 現在應該國民黨要講清楚的是 你跟對岸老共到底要維持什麼關係 是要合還是要交流還是怎麼樣 不是一直在圍繞著九二共識的四個打轉 大家大家聽不懂 而且我覺得真的沒有那麼重要 那只是一個工具性的價值 可是就是 原汁原味的九二共識 原汁原味九二就是我剛剛講的嘛 就一九九二年 那還有非原汁原味的九二共識嗎 非原汁原味的九二共識嗎 非原汁原味的九二共識 就是習近平現在把 一個中國 習近平現在把九二共識加油添出 就不原汁原味了嘛 就變周韋航就不是葉原汁 那所以 我覺得就是我們國民黨的選舉 真的九二共識不用一直討論 這 這個議題有一點點 沒有這麼重要 一直講這個事情 老共更不要講 跟他一點關係不要廢話 但是不管怎樣呢 接下來在臺灣呢 疫苗以及疫情仍然是主要的戰場 我們先請教這個韋航的是 Delta病毒現在呢 這個肆虐全球之外 你看到今天境外有十四個人 陸續我們可以預料 因為海外的情況嚴重了 所以呢去年的三月那個海龜潮就會出現了 海龜潮出現了 我們的境外防堵就要開始更謹慎嘛 對不對 那昨天羅俊軒醫師在我們節目說過了 Delta病毒在屏東被擋下來了 那可是陸續的來 那在雙北上面 萬華阿公店擋不住的柯文哲準備好了嗎 那新北市準備好了嗎 那接下來 面對臺灣都還有一個一波疫情 現在這個疫情並沒有清零 再加上新的這個疫情 現在日本已經是這個 非常的這個緊張戒慎 過幾個月啊 我這個是自己在推斷了 日本的疫苗如果來不及的話 我們說不定要支援高端疫苗給日本呢 如果可能的話 那這個 這一波新的海外的維毒 要怎麼來觀察呢 好的我這邊有一個 八月九號最新的數據 英國變異株是我們臺灣的主流株 我們現在主要是受到這個的影響 可是英國變異株在英國只剩下 百分之零點零三的新確診者 是英國變異株 百分之九十九點八八是Delta 也就是說整個原產地都被洗光了 全部都是Delta 所以你就知道Delta有多兇 在這一些國家中 Delta比例最低的是日本 八月九號他們的Delta比例是七十六趴 然後這個英國株是就是我們的阿法株二十四趴 所以日本還算是Delta比較低的 不過今天日本最新傳出來的消息 第一個東京又再次的往上 他們今天的確診在我們錄影的時候 已經五千七百多人了 而他們比較恐怖的一點是在於說 他們的PCR能量碰到跟臺灣五月左右一樣的問題 他們整個東京大概只能做兩萬六千人 那他們兩萬六千人就篩出五千多個 所以他們的陽性率高達百分二十二點八 百分之二十二點八 你驗四個就有一個是確診了 所以原則上現在東京的狀況已經非常緊急 日本人正考慮首次要封城 他的封城當然他不敢直接講封城 那整個經濟會倒 所以他說我們要減低人流五十趴 那這還是對我們來說 其實臺灣一減整條街上都沒有 但是日本人對他們來說 可能是蠻嚴苛的一個挑戰 所以在這樣子的狀況下 我們可以預期畫面上的這些國家 應該沒辦法踩煞車了 他們應該會持續惡化 而他們現在就是以疫苗的施打來做搏鬥 大家都拼命的打疫苗 包括像泰國他們自己有產疫苗 可是自己可能拿不太到自己產的疫苗 因為我們臺灣也需要泰國的AZ 他們必須如其交貨 馬來西亞也是在拼命的打 可是馬來西亞的確診數 也約是泰國的兩萬多左右 而且還在持續惡化 完全沒有停下來的跡象 所以當這些國家都在拼命衝施打率 而這個就是來用這個唯一的方式 來跟這個Delta對抗的時候 其實臺灣人自己要想像 我們現在沒有Delta 其實因為我們前面做得很努力 可是如果每天入境都是十幾個十幾個 這真的壓力很大 那現在我據我瞭解 疫情指揮中心有討論到某些Delta 特別嚴重的國家 是不是要從十四改二十一 可是知識體大 因為包括美國 包括中國 這兩個主要交通的來源 都是Delta租的主要國家 那如果去對他們改到二十一天的話 可能又會產生一些 包括可能也會有一些民代來官縮 什麼樣的 會有一些問題存在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們都應該先做好幾個心理準備 就是Delta這樣持續的進來 也許有一天他就真的會出現社區困難 我們必須要有心理準備 不是說我們現在雙北陸續有機會 做到清零 好像大事就結束 千萬不能有這個心態 再來就是打疫苗 這些國家 他們現在已經是遍地烽火 但是他們就堅持趕快繼續打 有多少疫苗都搶多少疫苗 講白點 我們很多疫苗 就被他們搶走了 老說南韓的搶了我們一批莫德納 就是這些國家都在拚命搶疫苗 日本也本來說會有後續的第四批 第五批 不過他們現在也把他們的AZ拿去施打 因為像他們的沖繩施打率 甚至比臺灣還低 但他們沖繩的疫情惡化程度 是跟泰國還有馬來西亞同等級的 對 所以原則上來說 這些國家他們都在拚命的 在補破網的時候 其實我們臺灣人更應該努力 積極地施打疫苗 不要再嫌了 有什麼就打什麼 儘快去施打 趕快把我們的防火箱蓋起來 因為Delta株的這種穿刺力 遠突破力 遠超乎原來其他病毒 那種變種病毒株的戰鬥力 你看以色列被認為他是打疫苗 覆蓋率很高 可是現在8月12號新增病例 5946例 也是因為Delta病毒 因此他們現在第三劑疫苗 要提供給60歲以上的民眾 考慮降低第三劑接種的年齡 美國也宣布了 就是第三劑也是 美國的劑次 就已經打到超越 他的人口數了 可是還是如此 那更別講說 泰國啦 百分之九素也是Delta 那日本呢 對我們捐贈了AZ疫苗給我們 現在他們要回頭打AZ疫苗 對 回頭打AZ疫苗 因為他們現在疫苗進不了 對 狀況非常嚴重 那就在這個情況 是要請教郎東啦 那第一個就是 你看境外這個數字看起來 有人是在國外疫情肆虐的情況之下 要回到目前狀況又安全的台灣 去年三月就是這樣 那我們要怎麼樣 防堵疫情指揮中心會怎麼做 那接下來就是疫苗了 那有人還批評說 蔡英文總統沒有跑到 國外去拿去要疫苗 事實上好像一開始的時候 這些疫苗 蔡總統指揮我們的外交單位 不管是 拜託 日本送疫苗給我們 美國送疫苗給我們 不是蔡總統的關係嗎 要請教了 藍英文總統還是在批她 說她不像韓國的 他們要派團出去要疫苗 那我們一個好處是 就在全世界都在搶疫苗的時候 我們的高端來啦 對不對 其實剛剛在罵這個人 他是誰呢 就是趙奧康 趙奧康他又說什麼 這個蔡英文都不像日本首相菅義偉 也不像韓國總理這麼認真的去催疫苗 然後導致說怎麼台灣疫苗到的很慢 那我查了一下這個事實發現 又是在胡說八道 韓國他跟莫德納訂了4000萬劑的疫苗喔 然後到貨率是多少呢 6% 那台灣這個數據 我們先把美國送我們的250萬都扣掉 總共到貨率我算過 124.96萬 就是125萬 到貨率大概幾% 24.7% 因為我們訂了505萬 換句話說我們到貨率是韓國的4倍 那你蔡英文是不是要每天我發文說 我有在吹我有在吹這才有做事 沒有嘛 蔡英文就默默的在聯繫 包括是說蔡英文在8月12號的時候 在臉書上面也都有說 他那個這個AZ 還有取得1000萬劑 以及昨天52萬劑到 他注意到喔 他裡面其實有一段話在感謝誰 防疫人員還有外交人員 為什麼他特別要把外交人員放進來去講 是說我們拿到總共1000萬 以及呢 這昨天來的50幾萬 因為外交部以及非常多外交人員 大家都把自己的人脈 全部都會整在一起 所以不只是說日本美國是有送的 包括是COVES的 莫德納常能運來 我們的製購的量 大家看到說你整理這個表格喔 製購量從3月3號開始 AZ的莫德納的是陸陸續續 一波一波又來 那你說是不是有在做事 才會有一個成績 所以我真的是講 其實你不比較的話呢 都不會發現差別 一比較你就發現台灣真的是 莫德納跟對台灣關係不錯耶 到握的速度是韓國的4倍 那當然這樣是這樣 對韓國有點不好意思 那事實上你也證明的是說 目前的政府真的是有在做事 那你覺得在野黨這些藍瓶 他們在做什麼 就抹黑啊 一直是說呢 你就故意擋疫苗啊 然後呢 沒有在催疫苗啊 什麼有的沒的 那現在BNT 疫苗什麼時候來 BNT的原廠 最新的一個說法是說 已經約好要交貨了喔 只要手續完成呢 這個檢驗完就會來 沒有告訴你什麼時候會來 對啊 那我不會去怪BNT啦 因為全世界都在缺疫苗嘛 他們原廠有他們的考量 可是按照藍瓶的標準 或按照柯文哲的這個標準 BNT是不是呢 這個就是很顯然嘛 就不是呢 這個他們前面說 BNT很好很好 結果台積電郭台銘買了之後 他一樣沒有辦法馬上到 一樣是沒有現貨啊 全世界包含是在澳洲在內 他的疫苗到貨量也是非常的這個緩慢 那現在疫苗到的快就一種啦 就是疫苗就你家做的 你專利是你的 美國的莫德納 英國的AZ 還有德國的BNT 所以就為什麼國產疫苗很重要 因為別人的疫苗喔 各世界各國都去拿錢去搶了 這個時候 你要能夠自己生產 這變得非常的關鍵 那這是為什麼他們就現在一直在打擊 國產疫苗的原因 所以現在這個又緊急來了一個病毒 更恐怖傳播力更快的 Delta的這個B株之後呢 我們會發現台灣幸好我們這個 旺川秋水的高端呢 已經要開始施打了 各位看看這個莫德納的自購的數字 剛才那個 朗東幫我們講了 是124.96萬 我們是買了505萬 然後來又增加了3000萬嘛 為什麼 這個莫德納的老闆呢 這個 他是這個法國人 所以呢 我們的駐法代表啊 吳志忠啊 他發揮了很多的影響力 這個 而且也頻頻打電話 給法國的議員 給這個 法國的政治人物啊 那BNT呢 這個啊 謝志偉說了 那個廠的 張蒂的 德國的議員 也在幫我們忙啊 而這裡面的統籌人 當然都是蔡英文啊 那還需要 這個現在是一個什麼時代 還需要現場跑到現場去 去 去吹疫苗嗎 那真正的這個疫情 非常非常這個 緊張的 非常威脅全世界的 是數據是黑的 這個黑數的中國啊 我們現在來看了 中國的Delta的這個啊 病毒呢 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外界不得而知 可是昨天陳時中說 應該哈 這個啊 情況呢 比數字上啊 感覺上還要這個啊 嚴重一點 更別講的是 現在的習近平在忙什麼 他有忙著在防疫嗎 好像不是耶 他現在在忙著要佈局 他要連任當皇帝啊 為什麼有這種佈局呢 打壓這些企業界的人 是特別是最近最潘石屹的 那個啊 這個啊 是進行的啊 這種攻擊呢 得到了小粉紅 得到了這個啊 中國年輕人 非常強的反應啊 說認為他打擊賣國賊 打擊這些為富不仁的人 阿里巴巴的馬雲也是如此 那習近平真的可以延任十年嗎 如果他延任十年 中國會成為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我們來看最新的中國內憂外患的報導 我的天啊 眼見整片山坡在眼前滑落 車內民眾放聲大叫 下車一看 巨大落石形成一堵高牆 完全擋住去路 噩夢般的場景發生在中國重慶 暴雨過後土石坍塌 接壤的湖北省隋州市柳林鎮 淹滿整條街宛如小型黃河 民眾站在陽台往下趴 一樓已經完全滅頂 水位直逼兩三層樓高 小住們攀著破碎浮墓 尋求一線生機 11 12號接連兩天暴雨 湖北各地無一倖免 災情最慘的柳林鎮 降雨量來到300毫米 少說8000多人受災 2700戶民宅商家被淹 橋垮路毀 再加上當地電力通訊中斷 具體淹死多少人難以計數 湖北將重大氣象災害應急 從4級提升到3級 派出軍警數百人開橡皮艇前進災區 全力搶救受困民眾 光是隋州市就有10個鎮 降雨超過100毫米 141座水庫開閘洩洪 民眾根本措手不及 在後面的水區喝那個魚湯 然後水頭剩下這兩個 我們來消去那邊到這裡 到熊頭 到熊頭 到熊頭了 才是1點多人 以及3個7點多人 這一點我們分頭物力 要請教王浩 我們從國外來看 這個習近平所領導的中國 真的怪恐怖的 他整肅了這麼多的企業 現在連遊戲 補教業 什麼反正每一個企業都被他 大整肅都要管控 然後教材要納入習近平思想 還不要讀這個英文 然後那個要練這個必修客士 習思想 以後那個跟那個留學啊 這些也不鼓勵了 關起門來要真的做皇帝 然後還自己還捏造那個 瑞士的生物學家的這個論文 然後這個轉戰 然後這個為他們的武漢病毒 來為自己辯駁 然後疫情在爆發之後 他一邊防疫一邊懲處官員 看起來他在打那個有錢人 對不對 然後呢在這個處分 非常這個高調的處分 防疫不利的人 他主要的目的是要行訴 他是一個好的領導人 所以看起來他做皇帝的那個 夢想好像可以實現 是這樣嗎 最近這個中國政府 發動了一連串的監管風暴 那包括從去年十月份阿里巴巴 到騰訊的這個反壟斷 然後到今年這個兩個月以前的滴滴出行 還有這個關於補教行業的這些東西 那最近這幾天 有一個比較重大的這個發展 就是由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合 發佈了一個叫做法治政府建設實事綱要 2021年到2025年 這個實際上是對最近一段時間 習近平在通過各種法律措施 通過各種的監管風暴 來對整個社會和經濟的各個層面 加強監控和管制的一個總結 那也就是說他通過這個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一個聯合的這個發佈的這個綱要 表示說他不光這一段時間的這個監管風暴要繼續五年 而且要擴大 而且要進入到整個社會的各個層面 當然其中以互聯網 以這個補教行業為一個重點 但是並不止於這個行業 還包括食品 包括醫療 包括其他的各個行業 當然主要的理由都是國家安全 他實際上是要把整個中國形塑成一個 George Orwell 1984年的怎樣 一個國家的老大哥的這樣一個國度 要通過這個高科技的手段 把人民的整個生活整個的監控起來 這個從他的如果大家去讀這個 這份這個十四綱要的話 就會看得非常清楚 那這裡面當然一些洗腦的這個做法 特別是小學生要讀這個習近平思想 作為這個每天要讀的教材 但是不需要考英文 這個是明顯的一個轉向 那我以前在中國讀小學的時候 是毛澤東時期也是這樣的 每天早上早自修是要讀毛選的 但是不需要讀英文嘛 那所以我們一覺又回到文革的時候的事情 那這個總體來說 習近平這麼做 他的目的就是一個個人 徹底管控中國人民的整個日常的生活 同時加強中國對於政府對於這種互聯網 或者是民營資本的一種控制 因為在他看來 中國互聯網是一個比較特殊的行業 他有一些白手起家的民營資本 但是也有跟權貴資本結合的力量 也有跟華爾街資本的一種結合 那這些資本的發展 一方面造成了巨大的貧富分化 另一方面也相對於共產黨政府是相對比較獨立的一種勢力 所以他現在是要通過這些執法監管風暴 把這些可能共產黨控制比較弱的行業 重新納入他的掌控之中 那同時打壓他們的這個任何可能的政治上的反抗 也打壓他自己的政敵 所以你如果這樣看 習近平他本質上是一個control freak 他就是一個喜歡控制狂人 那他現在這樣的做法 對於這些所謂的監管風暴 對於民營企業的打壓 跟他前幾年所謂假借這個反貪為藉口的打壓 本質的目的都是奪權 都是要掌權 都是這個目的 就是要鞏固共產黨的 鞏固他自己個人的統治 跟他自己做黨的領導人跟共產黨的統治 對不對 然後還要塑造完美形象 這個打擊有錢人 然後他在國內如果沒有挑戰者的話 他很可能會成功啊 那他如果是一個控制狂 那他一旦他這個實現帝王夢的這個能夠完成的話 那他會不會就真的去打台灣來了 要統一了要幹嘛了 那因為在國際之間其實他現在的狀況並不好啊 那個拜登是很明確的是拉盟友抗中啊 那他在全世界也都是樹敵無數啊 這個他都不在乎 對他現在實際上從中國國內政治的情況來想 他中共二十大明年連任是沒有問題的 已經沒有挑戰了 現在這兩天所謂北戴河會議 正義主要是李克強的接班人是誰 可能明年是政治局常委有誰要退休 誰不要退休啊這種問題啊 已經沒有人在討論說習近平會不會繼續當下去 這個已經沒有爭議了 他一定會繼續當下去 他繼續當下去中國會怎樣 對當然他就是會總加速師嘛 他現在總加速師的一個最大的風險 就是他在為了解決中國國內的民怨 所謂這個貧富分化的問題 他現在把他責怪成這個對外是說是美國的錯 是美國在打壓中國 對內是這些這些互聯網巨頭和華爾街資本的聯繫的錯 那他實際上是要找推卸責任嘛 但是另一方面最重要的是發動中國的 年輕人的這個民族主義思想 那這個發動民族主義如果玩過頭的話 就必然會導致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這個思想 那我們現在比較最擔心的是 他這個推動中國民族主義的這種作為 他現在是為了鞏固他自己的政權 鞏固他自己的執政 可是有時候會玩過頭 玩過頭就對整個世界造成了很大的威脅 這是在旁邊的我們必須密切注意的 那文傑曾經最近還出版了這個黑手這本書 很明確的這個中國的最近 從那個1989年以後他鞏固黨權 就是他知道這個戈巴切夫的那個反面教材 絕對不可以這個再度重蹈覆策在中國 現在看起來習近平就是在做鞏固共產黨領導 鞏固他是一黨獨大領導人的這樣的一個做法 那這個做法發展到最後 跟以前西方世界所希望的影響中國民主化什麼 已經完全背道而馳了 反而他對自由世界會不會是形成 剛才這個汪浩所說的 如果民族主義瘋狂到去軍國主義去攻擊別的國家的話 那我們台灣當然是第一個這個受害者了 我們要非常警惕 對在習近平的鞏固政權的這個過程之中 他會不會把台灣當作是一個 就來封攻偉業 或是用來做來鞏固中國民主主義的這個工具 對 那所以其實我們台灣現在是在這個 對疫情或者國內政治 我們比較注意 但是其實譬如說你像對美國來講 他們是真的很把這個中國可能清台的危險性 是真的有在估計的 你包括像日本也是這樣 那我上個禮拜看到那個美國 美國那個前國家安全副顧問那個博明 他在接受訪問的時候他有講說 這個他認為說中國攻台的可能性 比大多數人想像的要認真的多 認真的多 也就是說我覺得對於台灣人來講的話 就是說我們大概太被國內政治的這些紛擾 所影響到 沒有看到說真正的危險其實是在旁邊 那所以對美國來講 他現在的戰略就是這樣 就是說既然我估計到你是真的有可能的 那我現在就要把話跟你講明了 如果你怎麼樣我就要怎麼樣這樣子 那所以他現在就改變過去那種什麼戰略模糊 或是什麼這樣子 他現在就挑明了就是說 如果你要競爭我們就來競爭 那如果你你要動手我們就來動手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態度 但是我們就那話就說回來 就是說台灣人不可能只靠美國人 你老實講你真正預計真正打起來的時候 美國要來他也是幾天後的事情 我們台灣自己必須要有 首先你要這個要證明說 你是一個值得人家幫忙你的國家 如果你是一個根本不值得人家幫忙你的國家 你自己會自己的人他可能在這個 在面對外敵入侵的時候 可能政權倒戈可能內部作亂 然後可能束手投降 那這樣這樣的一個國家是不值得幫忙 那所以我覺得當然就是說 疫情國內政治大家不得不去關注 但是真正是要關注的是對岸的發展 包括許晉靈出台的一些政策 其實對於這個股市對台灣的經濟 其實都很有影響 對啊這個人他這個對於習近平 我要請教名譽的是 他真的這樣做了耶 這個對不對 你自己從小在那個時代長大 他還真的這樣做了 所以他如果都真的這樣做了 還一個一個的阿里巴巴 騰訊滴滴出行補教業 這個遊戲業者 然後那個 這個好幾個像什麼潘石屹 都被他這個整肅 那看起來他真的要維護共產黨 他的做共產黨的皇帝的 這件事情是可以無所不用其極 這件事情 基本上來講 美國跟日本應該已經看到 我們當局應該也看到的 只是現在疫情的關係 那接下來 大家我們目前台灣的氛圍 是有點瞧不起中國對不對 但是很可怕 他如果一段瘋狂起來的話 那這個如何做準備呢 我認為說我們瞧不起是說他的制度 一些荒謬 對我們來講這些都很可笑 維穩這些事情 但是我必須講 就是說人家也是有經濟進步發展 不管這個就是硬體的部分 但是事實上就是他的一些維穩 身為民主國家的我們 確實是有點看不下去 包括就是說最近有兩個新聞 大家覺得吃之以鼻覺得很不可思議 就是說你卡拉OK 我們以前說卡拉永遠OK 就現在卡拉不OK 你連唱卡拉OK 都還要維穩 包括就是說你不能有什麼 涉及主權的啦 宗教的也不行啦 賭博這種當然不行 問題是說你這個命令下去 能不能做得到 大家是很懷疑 因為你光卡拉OK 他們自己統計超過十萬手 你超過十萬手 你要怎麼一手一手去審核啊 這個是蠻奇怪的 但是你會覺得說 他就是在清洗你的思想 連這種很簡單的這種紓壓的工具 你都要來控制你的思想 大家都會覺得不可思議 那另外上海小學這件事情 也是引發很多爭議 因為他檯面上的理由 是說要減輕小學生的負擔 所以我讓你這個期末考 我不要淨考英文 那你就應該整個都應該要減輕 結果他減輕了英文 但是他加入了什麼 習思想 你一個禮拜要有一小時 你去學習這個習思想 那你不是就是你左手減少了英文 你右手又把習思想加進去 那大家就會覺得說 其實你就是培養紅衛兵 你知道他就是以毛澤東為師 在毛澤東實在 剛剛汪浩大哥都有講 就是他們都是要學習毛思想 毛語錄 現在有習近平有習語錄 那你還要把習思想進去 這就從小給你這個洗腦了 那當然大家就說有回顧 為什麼他要這樣做 因為在習近平那個時候 就是十年前 他們有一個十年的一個什麼計畫 就是要把人才通通都配到國外去 那後來被美國抓到了 其實你把國送到國外去 你不是以國外為師 你去偷人家的技術 變成那個間諜罪有沒有 後來FBI去調查 就後來他發現說 你這種就是人才送出去不行 所以他現在整個要大規模的 要來做鎖國 所以他現在美其名是以疫名 以這個疫情為名 就說這個大家都不准進來 事實上他其實就是要做一個維穩的 一個措施 我就要講了 就是說現在看起來 他就當大國崛起 一方面他要維穩 但是要給大家洗腦說 中國現在很強勢要維穩 所以你看他就是說 他想要用這個中東歐國家 我們就是講這幾天的立陶宛 捷克這個斯洛伐克這些國家 立陶宛 那講到立陶宛事件 其實他我覺得外國媒體 有一個標題下得很好 他說這個中國大陸 本來是想以中東歐國家 作為這個進入歐洲國家的踏板或門戶 結果沒想到這些中東歐國家 變成一個堅定反共的圍牆 我覺得外國媒體這個分析 我覺得非常的到位 不管他是用經濟的這個公式也好 或是說用外交的公式也好 甚至用疫苗公式 那目前為止 看來疫苗公式是最沒用的 現在只有波蘭 跟塞爾維亞 大概只有買 還有買單 其他國家都不買單 尤其他現在想要用疫苗外交 去跟美國做批評 但是你看他自己的這個成效 很多人認為說 你中國自己都打十七億劑了 十七億劑 結果你自己的這個病毒 這個Delta病毒 你還是這個鎖不住 所以你現在你自己國內都有發生這個問題 你還想把你的國藥跟科興繼續輸出 這個註定國外也是不會買單的 但是問題是中國人吃這一套嗎 小朋友不考英文 然後列為必修思想 我覺得中國老百姓是有可能吃這一套的 因為幾年前他剛開始打攤的時候 很多老百姓也覺得習近平很擁護 因為他打攤 後來發覺他實際上是在鞏固權利 以打攤為藉口來這個打正敵 那現在他是打這些民營企業 那中國老百姓很多人也是很窮 有六億人只有一個月收入一千人民幣 所以他們覺得打富人打土豪也是比較爽 但問題是你打完土豪以後 你分不分到田地呢 實際上是分不到的 因為這些土豪被打掉以後 這些資產被國有了 那這些國有的話 最後還是習近平的親信 習近平的人馬在控制 這一點上最後 習近平要引導國內的壓力的話 就一定會走向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的面線 好好 這個時候全台灣要傳